好 大家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的哲學歇齊文 接下來這幾天我們大家是今天晚上 然後明天的下午後天的晚上 各會有一場講座也歡迎大家過來 然後明天談論是有關於 前一個日本的作家葉老剛 他會講中文 非常努力 跟以前的出入大使洛夫全一直在談 關於泰日朝鮮的一些關係 以及未來的一個劇情勢的變化 那在後來一天會請 香港的周永康跟斯坦威 來談一下比較特別的 他們在談所謂的後雨傘 香港的後雨傘運動之後 雨傘運動之後 接下來香港的民主化的可能會在哪裡 然後結果他們找了一個很特別的參考 那個參考竟然是台灣的教導體 是一個服飾團體 專門做環保的 那作為他們在未來運動的參考 所以我想說這些題目應該是都還蠻有的 那今天很高興請到朱駕和你現在 阿拉勒列掌聲一下 首先在網路上認識他 然後法國的一些朋友 有格瓦輝介紹我認識他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在講說 一見無故 一見無故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都可能在 跟法語圈這個文化有關係 另外一方面是 我們一開始回到台灣的時候 他才剛回來沒有很久 原來台灣都很強烈的不適應 那那個不適應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就聚集一些孤單的靈魂 像哲武這樣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覺得不好的東西 其實不需要去適應 那種適應可能是一種落落 比較用力一點的想法 或者我們為什麼不適應那些 我們覺得不好不對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 開始討論了一些想法 然後他自己也做了一些 非常個人式的沙龍 講一些西方的經典原點 那一方面 我覺得是在 填補他的某些思想上的相關 可能是跟法國文化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是 今天也很高興地說 因為他的 他的夫人 是一個在法國做甜點的 學甜點回來台灣的人 站在南角 所以去那邊沙龍的時候 我們就喝了 吃了他們的甜點 那些甜點 那我就不用再到 法國去那邊吃他那個甜點 因為已經有台灣人 而且用的是那邊的原料來做 那我就覺得 可能會有一個更多的在地的創意 再學到別人的技術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一直想說 要請佳翰來哲武 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分享他的看法 那我們就再次這些掌聲 歡迎朱佳翰先生 佳翰 我跟你說 你是習慣做的獎對不對 站這裡 站這裡也可以 如果你要做的獎 我覺得你比較 放在上面好不好 我們到這裡 你這樣可以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你 好 好不好 首先先謝謝 哲學星期五 那還有一些情感的暖場 對 那就是 其實換一個地方 對我來講 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在 我太太天天天 有持續 要是馬拉松式的 講座 彈一些 其實跟那樣的風格 有點像 其實有太多 阿特 或者是彈 卡妞 或者是彈 比如說艾特爾的 那各式各樣的主題都有 那 一直以來 其實像是 我在試著 用閱讀 來找到一種 跟人溝通的方式 或者是說 在整理自己的思考 但是 題外話 我會選擇在 哲學星期五 挑這個題目 而且 這個題目當中 我自己會認為說 在病的時候 我留下一個梗 就是我不把ASA翻譯 不翻譯這件事情 是我在這整件事上 最大的堅持 就是我先留著 如此我才能討論 它是什麼東西 那這也是某種我對於 語言的看法 或者是我 自己的解體 那 這整個題目 我們就稍微有點 談論一下 就ASA的魅力 那魅力 先不要管它 這三個字只是為了 為了講一講 那再來是說 從蒙田 這是必須的 因為它真的 確實在 ASA這樣的一個文類 或這東西的難成 是他 就是 以ASA為名 寫出一本書 那在此之前 確實沒有一個人 能這樣一個代表 那 也影響了 許多後面的人 那 另外是 因為它創作這個 因為你很難是說 找到其他的文類 譬如說小說 小說可能有 或是說 像是 或者是其他的文類 是有一個文 那麼的代表 像一個泰山主席 但是ASA其實只有的 至少 整個樣的會同 它會擺在第一個這個位置 那 如果要談ASA的魅力的話 如果真的要說 其實就是 它本人的魅力 那 我自己選擇一張照片 是因為我很喜歡 就是在 如果在巴黎那邊 待過的話 就是在鎖方大學 對面的一個雕像 那 大家可能注意到它這裡 因為它的高度也高 就是可能要象徵它的高度 那這件事大家經過 都會摸它的腳 這樣 就摸一摸就變緊了 如果它再低一點 可能是摸它的頭 就會變得頭 會變得比較緊 那上面其實目前都是鳥屎 就是鳥屎 那不是鳥屎 就是鴿屎的鴿屎 白白的這樣 很像被拖漆 或是這種公共因素 但其實不是 就是巴黎的鴿屎 這麼多 它其實帶著象徵了一種 很微妙的東西 我慢慢來講說 為什麼我會喜歡看它 那從蒙田到羅蘭巴特 我其實蠻訝異 那麼多人 因為羅蘭巴特被吸引而來 但是對我而言 能不能從羅蘭 今天晚上能不能從蒙田到羅蘭巴特 就是一個到不到的了 我自己有點懷疑 如果是一個 再假扮一點的人 或一個在比較喜歡 操作議題的人 他可能會說 我故意讓自己到不了 這我的策略 就是我雖然這樣講 但是我可以讓自己到不了 但是我對我來講 我其實就是很坦白 就是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是說 我也許到了 甚至我超過了 可是這絕對不是一個說 我有一個組織從幾點 譬如說從蒙田 然後一路的傳承 或是舉個例子 然後到最後的羅蘭巴特 那可能就是維持在一個 可能到的了 或到不了 那有可能超車了 或者是有可能就停住了 就是在一種 不要不要的狀態裡面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談 我其實很少用投影片 但是 就稍微試著看看 畢竟換個地方 那後面有點空 那 這是我自己 最想要跳過的一個 但是 或許我們就來看吧 就是 Ace 那剛才金凱其實有講到 就是Ace 其實會想到 這Acea這個詞 那我的Acea 其實就是一個 嘗試 就是試著去做 什麼事情 就是 它的 詞緣其實大概就是 一種像是 判斷或事業 或者是一種衡量 重新審度 它就是一個 在一個進行中的一些狀態 一般來講 我們會把它 跟 Age 或者是Study 就是一種研究作為對比 但是 它就是相對而言 相對所謂的研究 它就是一個很 它其實不強調 你有什麼客觀的方法 甚至不強調 最後會到達什麼結論 或結果 然後 它甚至它經常的離題 那它甚至在整個 如果是查維基百科的話 最簡單 維基百科上面會說 它甚至是容許 非常的強調 所謂的個人的主觀 那當然甚至是偏見 在此我先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經歷 就是我在法國念書的時候 最後一年 在我丟出我覺得自己 最有把握的章節 只有我跟老師 彼此拉扯很久 彼此霧景非常久 我覺得我丟出的一個章節 是代表我整個思想 或我為什麼要做研究 以及為什麼我要跟你 辛苦糾纏那麼久 的一個章節 丟給他之後 他陪我一段話 那其實非常的代表 法國人一種 很艱山刻薄的語言 他大概的話 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 在最好的狀況下 你可以成為一個 研究者 最下面的字 但不是成為一個 好的研究者 我要說 比較不好的一個 你連成為研究者的資格都沒有 可能還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你是一個好的 你可以成為一個好的意思的意思 那 這中間就是 這句話 其實一直留在我的心裡 雖然說他是非常機車的人 但是 這句話很有意思 就是說 你去單純 不要當作是一個 對我的判斷 或者對我的烙印 或真的對我的詛咒這樣子 就頂多成為一個 一些意思的 其實是有一個對比的 就是說 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 作為一個研究者 非常嚴肅的 然後非常客觀的 然後 他在某種要求下 可以把握到的 那一個A3意思 他其實就是一個在 我老實就是 你既然是這樣的人 你就給我走 你不在這個體系裡面 就是你給我出去這樣子 所以說 在這裡就是 談 可是相對而言 要談論A3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麻煩 就是 呃 舉例來說 譬如說 有一個人他是 我說他是寫詩的 或他是一個詩人 或是他是一個小說 或小說家 甚至是一個散文 或散文家 但是你其實很難想說 他是一個A3作家 這件事情 這種類型 其實相對而言 少了一點 那但是 其實 呃 另外一點是說 其實好像很多作家 都很會寫A3 或是說 有一些特例 例如說 好比說有些人 日記也是一種問題 那只有某些作家 他特別的 日記特別好看 比如像 鞏夫的兄弟 或是 安娜伊斯利 有一些作家 非常厲害 所以他反而是日記 非常好看 但是 A3的話 有一種作家 他其實 我要到最後 我想要談的是 A3作家 的存在 我自己是想像的 就是我 呃 呃 這也是我的一個嘗試 其實有點像一個 Pakote 就是 一種 魔法 就是我在現在 用一個 講座的形式 在這裡 我試著去 接近 或者是談論 一個 A3式的人 大概是怎麼樣的思考 我不知道自己 想像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用這方式 來談論A3 那 他大概會有幾個 呃 特點 就是說他 他 你很難說 有一個人寫一個A3 然後寫個五百 五六百一頁 他是一個 基本上他是一個 比較偏向短小型的 雖然說 在某天A3裡面 有一篇特別長 就是聯盟杜邦戰 在他寫 那個是一個 很多 而且就是 最常講的那一句話 先直接跳下去 這一句 就是 就是我知道什麼 這個在法國有一個書系 就是以這個為名 然後就是 都是很小的 像通識一般 通識一般的 譬如說很談科學 很談農業 可能談女性 然後就是很小的 然後一系列這樣子 做一個像科普子般的存在 那 雷蒙杜邦戰裡面 就是在 那個最長的一個篇圖 就是在談這個 就是 這是從這裡面出來的 呃 但是從這裡面來說 是一個短小的 好 這是我大概的定義 或者是說 他經常在這種 呃 因為他不搶掉方法 然後他是一個 重新審視 然後非常在 非常的 直視自己的思想 就是面對的是 所謂的 自己的意識 他關照 他思考 他研究 他很多時候 是他自己 這是在某天那邊 但是後面的 A3作家 其實不一定都像他的樣子 但是在某天那邊 是像一個代表 他非常在 他最常就是 把自己作為一個 對象在看 但是 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就是在某天那邊 他自己觀察到 其實人是一個 非常多元的 然後非常不統一的 然後非常自我矛盾 然後他就是說 自己跟自己的差別 不亞於自己跟他人的差異 這句話不知道 應該都會了解 大家都非常的厲害 就是說 在你觀察自己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 當中是非常多的差異 甚至前一秒 後一秒也非常大的差異 那A3就是一個 在面對這方面 非常實 所以說 要我做結論 我覺得A3其實 非常適合 哲學 思考的 文類 就好比 他自己喜歡 或自己 他經常引用的柏拉圖 那種對話師 可是他那個對話 其實像是一個 他面對的是所謂的刷 就是自己 刷面的自己的一個對話 那 我就想要從 所以說我準備要談一些 水筆作家的時候 我應該不能說水筆作家 就是A3作家的時候 我稍微 朗讀一些 就是 我自己挑選的天章 真的 整個 他整個A4影片其實相當精彩 但是我自己 特別把一些抓出來 就像說 就是說 不論別人對我們說了什麼 或不論我們聽到什麼 永遠要記住這一點 給的是人 給這個意見 或給這個話的是人 那接受的也是人 所以說一切其實 已經回到的是人的最根本 去思考 那他自己在面對自己的寫作 他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我寫作的時候 我不能找 我總是沒有辦法找到自己 最初構思的想法 這句話很怪 就是說你知道 為什麼東西那麼不連續 或者是 那麼的離奇 就是說 他竟然在這裡說 我在寫作的時候 我總是沒有辦法找到自己 最初的想法 那寫到一半 就是我為什麼當初寫這個 或我寫這個目的 我從哪裡到哪裡 他不知道 我找不到最初的想法 我不知原來想說的是什麼 因為忘記 因為他總是忘記最初的那個意義 就是那或許是更有價值的意義 他並不反對說 那可能是很重要的東西 但他真的忘記了 或他總是找不到 所以他經常在修改文章 好 再次來思考 好 那因此增加另外一種意義 然後 我一直在沾前顧後 我的判斷 卻不一定會 更前進一步 依然猶豫彷徨 然後 我雖然 然後多少次 我 針對自己的看法 就是自己想過的 我寫下的 提出另外一個相反的意見 作為辯論的聯繫 所以他這個人其實應該不是國有無聊 因為他寫作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在一個隱居的狀態 他基本上是已經退隱當一個宅男 宅到不行 就是他甚至是覺得 他要抵抗所有的朋友的教育 就是朋友互碰隱犯的那種魅力 他在 他後面其實蠻精彩的 也就是讀他對隱居或是談 無所思思或是談 退休生活這些事情 然後說 我去探究的時候 當我覺得自己非常有道理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懷疑自己當初的想法 而且我會把過去的想法捨去 然後他總是就是 依自己的傾向 就是說原相是隨性的 然後隨著自己的偏好 無論任何方式 他就是一個不讓自己固定在同一個想法的人 所以就是 就像我剛剛的 最初談到那種 我自己在談論這個的 模仿 就是我沒有辦法 或是我不想要那麼的知道 讓自己知道有辦法從這裡到那裡 這樣的一個想法推論的過程 那譬如說 這東西其實跟他自己的個性非常有關係 就是說包括他的想法 就是說他對於 再也沒有另外一句 就是說 我對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 那就是 這也要真的兩句 就是我 對於我自己的看法 然後就是說 我覺得 我的看法在 是一個非常大膽的 而且堅持不懈的 抨擊我的不足之處 我的想法 再努力地批判我自己 這張意思 所以說 這是我自己在鍛鍊自己的一個題目 就像我 對任何的題目 思考判斷一樣 那人們都是在互相觀察 但是我卻把視線 轉移到自己的內部 就是觀察他自己 我使得 我使自己的想法 深入其中 讓他在哪裡消磨時光 然後每個人都是注意他自己前面的東西 但是我是注意我自己的內部 我只跟自己打交道 然後 我不斷地觀察自己 對自己進行檢查和體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他兩個人 然後非常一個 跟自己玩遊戲 玩得非常開心 不算自我折磨 讀到 其實他非常樂在其中 自己的寫 而甚至跟自己的寫作 有辦法那麼樂在其中的一個人 然後再來呢 就是說 我找到他宅男 他就說 他退宇在家之後 他說 我退宇在家之後 我決定好好休息 那這句話 聽完了 下一句就是什麼呢 我希望在這個休息的狀態當中 我的腦子 能夠更自由的 更 更有餘裕的運轉 然後隨著時間的 推移 隨著時間過去 然後我會越來越 堅強 想越來越成熟 這一般的看法 就是一個思考 你慢慢的應該會越來越 好像一個 越來越成熟的一個狀態 或者說越來越完整 或是越來越有組織 可是我覺得好像 事與願違 就是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在我退宇之後 我原來以為我可以 越來越成熟 但沒有辦法 我的腦袋就像脫江的爺馬 每天都有想過完的事 所以 我在自由之後 這比 比我去 像之前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時候 還要複雜一百倍 這當他無所事實之後 然後可以好好的 專心思考之後 他反而更加的 所謂的自我困擾 我腦海裡面幻象重生 重重疊疊 而且雜亂五張 所以說為了能夠仔細 觀察我這個腦袋 就是愚蠢的腦袋 以及奇怪的行為 我才開始寫作 然後希望日後 能讓我自己感到羞愧 這是他在談那個 他的有手好險這一章的時候 談論自己 只是說他 他開始注意到 一個意識到自己的腦袋的 運作是一個非常奇特 然後他就開始 在這當中寫下來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就是他的記憶力的問題 就是他非常的坦承 例如說 其實他是非常活學的人 但是你會看到他說 我自己身上 我是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一個 第二個比我記憶力還要差的人 他不斷的去忘記 所謂的事情 或是他覺得 譬如說他在讀書的時候也是 他就說 他很少有所謂的專注力 他讀一本書 如果他沒有辦法讀下去 或是他覺得厭的 他會完完全全很放鬆的 直接把它丟棄掉 我不再看那本書 而且我會隨手就忘 但是 你知道看到整個 《亡天水筆記》的時候 想說怎麼有那麼隨便的人 就是你真的很像 有個初吐槽說 怎麼那麼隨便的人這樣子 但是 可是他偏偏就是一個 用這種方式在影響他的思想 所以你去閱讀的時候 你會 不禁的 跟 被他影響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 我是推薦大家可以稍微去看 那有幾個章節 我覺得非常有趣 等一下結束之後可以跟我聊 那 他繼續在講 譬如說 譬如說 在我想要找尋自己的時候 我卻越找不到 反而是我在信手寫來 其實就是隨筆 所以說當然隨筆只可以 譬如說我在信手寫來的時候 會比我深思熟慾的時候 效果更好 那深思熟慾是一個一段 一個很完整的推論 一個非常統一的邏輯的 這樣推論 會比那個效果還要好 他信手寫來的東西 反而更加光輝燦爛 所以他說 那其實我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其實他 再來是說 我就要再講的就是 可能觸及到是隨筆的特色 或是先不翻譯 是A誰的特色 他說 沒有什麼比隆藏的敘述 就是一個隆藏 或者是很厚的一本書 或者是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隆藏的敘述 更背離我的風格 因為我的文筆 本來就缺乏連貫 然後撰寫和所說的事情 非常沒有價值 那我即使是表達最平常的事情 我也會輸給一個小孩 就是一個小孩的前職造句 可能都沒有厲害 然而我只說我知道的事 就是說 他在承認的 沒有連貫性 然後一個簡單的事情 小孩子都說比較好 但是我只說我知道的事情 而且我做的事情 一樣亮麗而為 他不會去超過自己的 那一個能力去訴說 他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就是回到這個句子 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知道一個哲學的最早 或是西方哲學最早的一個態度 就是 我唯一知道的事情是 我什麼都不知道 蘇格拉里馬 比如說 這句話好像很屌這樣子 但是 他自己其實 可是他 但你還是 畢竟還是一個斷言 就是說 到幾個田中 我唯一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據點結束 但他自己其實是留下一個 是一個問號 而且我一直問的 這是我知道什麼 就是說 甚至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什麼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在他那邊 也會繼續被打個問號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 或者說我什麼 所以說 再在這裡 就是譬如 台灣 現在唯一的完整的譯本 裡面 第三冊 裡面前面是梅洛龐帝寫的介紹 他這邊又在講 就是這句話的意義 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更加 動態的 而且持續 纠彩的一種 一種 一種的方式 就是我知道什麼 我知道什麼 這樣子 讓人很想揍他 但是 在這裡就到這裡 他非常的坦白 譬如說 他就說 我想說的事情 不管多麼荒唐 或多麼愚蠢 我都不打算掩飾 就像說 如果有個畫家畫我 就是 我的兔頭跟白白 而且他真的講幾句話 兔頭跟 這些好 沒有 大家可以搜尋 反正就是一個兔頭 對不對 一個兔頭和白白 也不用把我美畫 那 因為我沒有權利 也不想讓別人相信我 這樣對自己的態度 就是 所以就是 影響到我現在的盤人的態度 就是 我沒有要 別人去相信我 或者是說 是聽我的話 或是唯一的話 我自讀我自己 學問非常淺動 沒有資格去 教訓別人 在他的整個 反正這段 裡面也是這樣講 只是說他講的東西 其實不是偉大 沒有任何一定偉大之處 他就像一個家常 一個老爺 多說一個老爺爺 這樣 跟那個語氣來說話 但是非常最家常的人 他是這樣子在講 但是其實這東西 為什麼影響很大 我覺得其實 我們可能 要再繼續看 就是我們要 這可能會成為 我們的疑問 就是為什麼 會成為一個 好吧 什麼西方人文主義 的開始 或者是一個那麼重要的 可是 這句話其實有點奇怪了 就是說 人文主義開始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 把人放在中心的位置 但是 他確實把人 作為他思考的中心 但是他記得 你看他整個思想 他就把自己跟萬物擺在一起 包括他對於 因為他的這種態度 你一看得出來 例如說 他在談食人部落 食人主 或在談所謂的外邦外主 如果那些最奇怪的事情 其風一俗 其實 他都可以認真的去思考 而且不是批判對錯 而且是 能夠反過來去參照自己 那像我自己 其實最早是relation背景的 那個其實是relation 最早的一個態度 就是一個相對論 把一個東西裡 要再重新思考 他本身每一件事情的 可能性 或是合理性 而不是一個 一開始就有固定的答案 而且不是要去追求 一個固定的答案 那譬如說 他也是說 我很容易跟人交談 與人爭論 蘇格拉丁 他說 而且我的交談 非常隨便 沒有 就不輸鬼拉丁 輸鬼拉丁 我很容易跟人交談 跟跟人爭論 他爭論是要幹嘛 他其實不是要說服對方 甚至其實他想要被人說服 被人說服之後 然後再投聽他 反正他這個方式 其實有點像這個樣子 所以因為 他跟任何人談論都很隨便 可是他自己也強調一點 任何的意見 任何能夠說服他的意見 可是都很難 在他身上走到一個點 可以生根 就是說他即使會說服了 那也是一時之間的事情 他還是很容易用他的思想 會繼續去推翻 然後再被其他人推翻 他說任何的建議都不會讓我吃驚 以及任何的信仰都不會讓我不快 那不管這個信仰 跟我的信仰有多麼的 被盜而馳 那他自己就是說 他研究最多的課題是他自己 所以到研究出來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 關注他自己 可是又偏偏不自戀 就那麽不自戀 若對自己那麽好奇又不自戀的人 他說這基本上就像他自己的心上學 或他的物理學是他自己講的 另外是說關於記憶力的問題 就是說他跟他寫作不連關 包括他自己的意見的 沒有辦法堅持 以及他自己對於很多事情 他都不是 他沒有辦法去持續 他在講說 因為他記憶力非常容易出錯 甚至在我最有把握這件事情 不會記錯的時候也都會出錯 但這件事情至少告訴他一件事 就是說 此刻我的記憶力真的不可靠 其實還是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哲學態度 就是說 就像他的記憶力跟他保證 他好像沒有辦法隨時 任何分裂去講自己 跟自己對話 就像他的記憶力跟他保證 這件事情是對的 他還是不會相信他的記憶力 所以這變成一個 像一個水筆 你整部水筆 其實一直在看到一個傢伙 在跟自己玩遊戲 玩得很開心的 甚至他在此之中 我們在一個很特殊的讀者位置 去看他 那我其實想要講的是說 所謂的不完整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其實很難去他當中 找到一個很完全的體系 或者是一個很完整的 哲學堆積方法 甚至一個很完整的寫作方法 其實都找不到 那其實是一個A3的魅力 那我舉出這一個 我現在要開始要接觸 開始這四論的就是說 我們講 我在這裡談的A3作家 不一定是說他寫的書裡面 一定要有A3這個字 要有A3這個字很輕 要不然就是說 用A3這個字寫的書 或者是這個人 不一定是所謂真正的A3作家 所以我在這裡 我自己想要稍微談論 我自己提出來的論點是這裡 是這個 就是說 不要這樣子去定義 那我去抓出像一個共和國 或者像一個奇奇怪怪的人 我們彼此秀得到彼此 有點像是這種感覺 為什麼會談到普魯斯特 就是說 如果 在一個歷史上的偶然 就是說大家知道 他最終最終的代表處是 《罪意史純天華》 寫的其他策 而且應該是不會寫完 只是他如果還活 他繼續活下去 一定要還會繼續寫字 寫到死為一字 那理論上應該是一個 一個長篇的很有結構的人物 非常多的一個小說的作者 怎麼會被我揮在A3作家 而事實上 在他 好 繼續談 他在寫《罪意史純天華》之前 其實有一個計畫 他寫《罪意史純天華》 其實跟他母親的死亡 非常有關係 那 另外是說 我講一個報告好了 就是說 在研究者當中 查他的筆記本裡面 他有一天大概1907吧 反正有一次在海邊度假的時候 因為他單純不是單純度假 因為他身體不好 所以要去海邊 這種海水瑜療法 然後那是因為他跟他母親 常常去母親 或者說會去那個地方 然後有一天被寫到一個夢境 然後他母親已經過世了 夢境他夢到他母親 然後他母親跟他講說 我的小馬賽爾 我已經死那麼久了 請放過我了 他不是被母親的冤魂纏上 他是一直纏著他母親的冤魂 可是他真的是一個很不聽話的 任性的死小孩 小屁孩 他 夢完那個夢境之後 他就開始準備寫作 寫作什麼 就是跟他母親繼續聊文學 就是他的直面 那據說最後 我先講這件事情 他最早其實他想要寫的是一個A.S.A. 就是彈魯文學的A.S.A. 然後在這當中 有一些句子非常特別 就是他的人稱是用第二人稱 那個第二人稱其實是他媽媽 那媽媽自己已經過世了 他就透過寫作 繼續纏在老屋的冤魂 跟他媽媽聊文學 那這一個書 就是我印象中沒錯的話是 你看我記憶裡也出錯了 其實我剛剛那麼熟悉 應該是沒有出版資料出 或是一兩個被推稿 他就決定放棄了 那那一本書在他死後出版 叫做Gong the Sample 叫做聖伯版 對聖伯夫 聖伯夫是誰呢 聖伯夫其實是他那個時代 已經很成名的一個書品家 以書品為名的 那書品最終的 他的書品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瞭解一個人的書 或一個人的作品 就要瞭解那個作者本身 所以就是把作者的人生啊 生品啊 他的那些大小事把它挖出來 你就可以徹底的瞭解那個作品 那佛羅斯就覺得不行 好 這裡我其實會再牽扯到一個 可能在談A.S.E.的一個重點 就是談寫作的那個我這件事情 那個一些 那不要這邊我先來談 就是說 其實如果 他中間沒有一個念頭 或是說他其實是一個一直在嘗試寫作 而且都在寫一些雜文 甚至是模仿文章 他有一個最早他有曾經兒寫過一個書 就是在譬如說模仿巴拉扎科 或模仿佛羅拜寫作 就是說模仿他的一個文章 那可是其實他一直在嘗試 而且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包括我剛才在講的那個 那個日記就是他在寫他母親 在寫他那個母親的夢 之前他有在講說 我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小說家 或該不該寫小說這件事情 他直到最後 因為他曾經寫過一個長篇小說 但是失敗 在他很年輕的時候 然後那個用第三本寫寫的 但是失敗了 他想要寫 也是寫自己童年的故事 但是那個失敗了 而且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或應不應該寫小說 然後中間寫了一個想要寫ASA 一度想要寫ASA 但是後來又失敗了 直到最後寫追思水年華 才找到了一個方式去談 那對我來講追思水年華 其實跟ASA也有關係 但是再仔細頭 我先來講那個 他那一個放棄的那一個ASA機 第一句話是什麼 他說每一天下去 就每一天他越來越不在乎 或者說不信任所謂的智力 人的智慧的價值 他說 我認為作家只有在擺脫智力 才能在我們獲得種種印象中 把事情真正的抓住 也就是說 真正達到事物的本身 舉的藝術的唯一內容 這句話有點懸 但是如果你是個布魯斯特讀者 你可能大概知道 就是說 他在 他比起於兩種 兩種記憶 一種是你主動去找的 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追思水年華 為什麼大家一開始看不下去 就是說一開始 他在視他的那個主角 那個我 他試著用他的智慧 就是說他的記憶力 這時候我去主動回想 這個記憶力去回想 他小時候的事情 他那個鄉村 可是得到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片斷的 然後非常虛的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 滿足他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智力 那就是只能靠一個人的智慧 去做的時候 不管是理性啊 或者是記憶 或者是什麼 但是直到有一天 大家都知道那個瑪格蓮的故事 突然吃了一個瑪格蓮的故事 啊 好像有什麼東西換起他 然後他就去 試著再吃第二口 其實那個那一段非常長 其實大廳再回去看 他試著再去吃 想要找回那個感覺 但是那個感覺 因為他很主動去找 好像慢慢的變淡了 他說不行這樣子 所以我再試一次 比較放鬆一點 去吃 然後才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接近可信 突然一聲啪爆炸 然後就 他就回想 他在什麼情況下 就是他小時候的時候 在姑媽家吃 那邊那個情景 就一瞬間整個包 他原來已經是老 敘事者已經是老天了 然後就坐在那邊 突然 一瞬間他回到 他童年的那個場景一般 童年的回憶 重新在他身上 然後再活過一次 這句話很玄 但是你知道 他就是一個在探索 自己本身遺事 這件事情 那 我在想說 其實 整個醉意四水年華 在 我們等一下會講 就是羅來巴克 羅來拉克內語的說 經理仔細覺分析 醉意四水年華 它其實就是一堆 斷減產篇 就是它是一堆 一堆小小的片段 縫接而成 它是說是一種編織法 這件事 它其實是令編織法寫成 而且它是一個 會無窮無盡 不僅寫下去的人 以我剛剛而言 就是說 從哪裡到哪裡 這個模式 可能不是一個SA作家 或者是 會寫SA作家 適合寫SA作家 個性的人 會去做的事情 或者說他真的不適合 做這樣的事情 故事會演示 為什麼說 醉意四水年華沒有寫完 因為它並不是說 沒有結局 說它寫完 寫不到最後的結局就掛掉 其實它本來就有一個 大約預想的結局 在哪裡 只是說它中間是一個 不斷的 一直擴充 一直在擴寫 所謂的細節的人 它的編輯真的非常的通 非常的辛苦 你有空去 網路上也都可以找到 它的手稿 那真的是鬼話符的一種方式 它鬼話符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它寫句子 然後會刪減 然後再添加 然後旁邊會貼一張紙片 再把它拉過去 然後呢 它的編輯就會很辛苦的 把它所有的手稿 打字 比較好閱讀 然後再打算 請你教稿一下 有沒有錯 一般男作家 當然就是 可能教稿會刪掉一大段 或說這邊要怎樣 那邊要怎樣 這錯字或這曲子不對 它不是 它交回去一個稿子 跟那個打字稿 推回去跟手稿一樣 它把那個人家 從手稿把它變成打字稿 它在上面寫了一堆東西 這樣子 一直在擴寫 然後在旁邊再繼續 繼續再加了那個 把它還原成手稿 再把它推回去 所以變成一個 無止經驗在寫的 所以其實就衛生 就是一個 一個段片 它一個沒有辦法連續 雖然說 它終究在一個小說的 結構 或一個小說的意志 或者是它的方法 它找到一個方法 變成像一個連續性的 一個大和 長和般的 可是 它的本身的個性 或者是它的不專注 或是它 因為它 關注所謂人的真正的意思 或思考方式 或感知的方式 其實最後會 就是會變成一個連續作家 我想是 我剛才在講的 這個部分 其實有點像 讓人想起蒙田 就是說 蒙田也是對自己的紀錄 不相信的人 可是它其實 你說追思維文化 並不是一個 一個人強調 他非常記得 非常多的一個人 在講故事 絕對不是 我在讀追思維文化之前 我也一直以為 這是一個很長的 會 小說式的回憶錄 這樣子 但其實它不是 它其實就是在一個 非常非常的 不斷的在 失去記憶中在找尋 那 以及它在最後一側 找到最後一側 那個巡迴的 找回來的那個時光 追思維文化 但是原文標題 就是找尋失去的時光 然後最後一部分 找回來的時候 那一段非常精彩 就是它不斷的 找到如何的把回憶換起來 不是用指令 不是用那種 一套方法 或者說所謂的記憶力 去談回來 那 接下來我再繼續帶一講 我要談 就是說 在我來說 A6作家會讓我 或者是說 這個人會讓我想到 A6型的作家的時候 或是我自己非常心 我記得他們都有一個特性是 好像作品很難寫完 就是說 他真的很難說 你寫一個很完整的作品 是那個樣子 就是說 我寫完了 或是說 我寫一個大作品 把它完整的 結構非常漂亮的寫完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叫Floby 是他非常喜歡的作家 Floby的作品 其實在 有在學寫小說的人 我喜歡寫小說的 我喜歡閱讀小說結構的 應該都會把它當作一個半本 尤其包括你夫人 但是他在晚期的時候 其實寫了 也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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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兩個都會走一間如故 就說 好吧 我們在一起吧 對啊 他說我們應該可以住在一起 應該發生了滿有趣的事 然後其中因為獲得了龐大的遺產 兩個都跑去住 然後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劇情 可是 其實Floby真的寫不完 然後他好像據說 為了寫這本 讀了五千多本書 因為他們兩個主角一直在用各種書 一直在試著用各種書 比如說農業的書或者是天文學的書 去做各種事情 建立起一個過往不曾想像的新生活 那其實你知道他做最後 他要做的有點像是在做這樣 或者他最後留下來一個作品叫做擁建筆記 擁建字典吧 那一本我自己是沒有看到的 這個其實也是那個名內容截取而來 就是一個最後走向一個把結構拆毀掉 然後永遠寫過來 然後知道可能會知道過世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東西其實象徵另外一個相... 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說蒙田的確是在一個晚年 就是說我去年集合講的題目 其實是講羅蘭巴特的小說的準備 然後小說的準備其實是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開始禮品了 不要管我 就是...就是A.S.E.M.H. 小說的...小說的準備其實是跟普魯斯特的刺激 因為那時候19...198...1978...1978年的時候 本來他母親過世了 然後他是一個戀母癖極嚴重的人 跟普魯斯特一樣 就是非常戀母 我已經過世之後他進入一個狀態 他自己稱作煙蘿蔔的狀態 直接就像一個醬菜那邊 整天什麼事都不想做 然後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醒了 突然覺悟了 他想要寫作 然後他進入一個很特殊的寫作狀態 他自稱為叫做心生 然後他這個心生是... 從淡定那邊來 因為淡定神裡面第一句話 就是我走到人生的中途 好 人生的中途是什麼意思 就是... 其實之後你已經面對的就是死亡了 那... 你面對這個有兩個心態 一個是跟過去的自己決裂 所以你一個新的生活 但是你面對的其實是你最後可能要得死亡 那... 他就... 羅倫巴克在那邊做了一個小說 他講了兩年的課程 然後是在講小說的準備 小說準備除了這個致敬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追思水年 普魯斯特的... 裡面談了非常多的普魯斯特 那像普魯斯特的追思水年話 如果要換一個題目 其實你也可以說它是小說的準備 因為裡面的主角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去思考時間這件事 或者是不斷的去... 在意識當中 因為像在迷路啦 直到最後一刻他終於找到 他說我最後... 裡面最後的段落就講說 我終於找到時間的秘密了 我終於了解所謂的時間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可以開始寫作了 那當然非常怪 就是說你... 你作為一個敘事者 你講了那麼多都寫到最後了 然後說我可以準備成為一個作家 我可以開始寫囉 啾咪 但是... 那個... 羅倫巴克其實就是在相稱... 他講了兩年的小說準備 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寫了什麼 那小說的題目是什麼 內容是什麼不知道 所以他一直談 我要怎麼去準備小說 而且真的他跟普斯特的移 他秘密就是這樣 他講完這兩年課的... 講完這兩年的課的第三天 他就在學校外面被車撞 而且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所以連留下什麼很虛弱的遺言 像那個以前那邊... 野俊雲那邊說 我要交代什麼事都沒有 他就掛了 所以他也是在一個完成小... 所以他最終留... 停留在一個小說的準備當中 而且是在... 要進入這個準備 然後朝向死亡的時候的一種... 特殊的思維 就是A.S.A. 其實像... Wong King也幾乎在這個樣子 他在寫... 水筆的時候 其實沒有很老 但是已經中年... 中晚年之後 他開始在面對一些老... 老年的事情 譬如說性欲率退 他已經沒有那種激情的欲望了 或者是說他其實已經不需要那麼多的朋友了 或者他對於財富 但是他本來就是人生勝利主嘛 對不對 對財富沒有那麼大的渴望了 那接下來他可以安心的一一辭別 一一的告別他身邊的人的慈悟 所以說... 就在寫作的時候 其實是在一個面對最後階段的... 一個死亡這件事情 或是他意識到這件事情 具體在寫地寫到死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水筆作教 我覺得他有這樣的一個... 性格或命運 這被我擺在這個裡面 那... 這本布魯斯克作的原因 然後剛剛講的羅蘭巴特 其實我已經講到了 算了 今天至少... 至少講到他的名字 好... 就講了羅蘭巴特 那我... 其實因為他講的東西很多啦 那我就指... 這是他羅蘭巴特論 羅蘭巴特裡面的句子 就說只要... 文字命題觀念 成為一種穩定的狀態 而變成成套 就是變成很誠譜... 嗯... 欸... 大家看到嗎? 我唸大聲一點 只要文字命題觀念 成為一種穩定的狀態 而成套 就變成很老套 好嗎? 他立即將以設計 那個他其實是他自己 這是一個帥帥的羅蘭巴特 嗯... 羅蘭巴特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會喜歡他的人 一定... 不會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他跟其他的所謂的哲學家 所謂的思想家的差異 因為在他... 第一次他文比真的很好 再來是說 他其實... 譬如說以戀人虛譽為例 他的斷片... 斷片式的寫作 或者是說... 他在民視... 那個... 我覺得應該會... 會喜歡符號帝國的可能性 符號帝國其實也是一個第一次 其實那個是非常有... 隨便的味道 但是說那個更輕鬆 就是說... 可是羅蘭巴特有一種奇怪的企圖啦 或者說他是一個奇怪的人 因為... 我相信他的性格 或是他的能力 他其實是有能力寫一個非常有系統 非常理論 非常抽象 非常完整作品 有這樣能力的一個人 但是他的性格 或是說大家在形容他性格上 可能是整個氣質上 最相近於普魯斯特的一位 後來在普魯斯特之後 最像普魯斯特的人 這樣子 他就一直在... 像在刻意的... 不讓自己沉溺在一個... 不讓自己在那樣的一個狀態下 他的... 我覺得... 像在晚年 其實... 對... 因為他是意外式 越來越像這個方式 就是他的... 水筆的能力 或水筆的性格 越來越豐富 那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在羅蘭巴特那邊 你已經看到了 然後... 小說的準備 雖然是一個課程 就是說... 但是一個課程 但是... 你在這當中 據說他的... 小說的準備的講稿 只要自己看到他寫的筆記 講稿跟他講的內容 幾乎沒有什麼差異 所以這其實也是滿完整的 可以想像他 就是怎麼去思考這件事 而且是... 一個不斷非常會自我否定的 因為他一旦在說自己要怎麼寫 然後你可能當他下一講就說 我可能永遠都不會動筆 我永遠寫不出來 今天看到他就突然在... 這個翻反覆覆之間 他甚至是會講自己不要寫 或不想寫 不能寫這件事情 可是這都是水筆當中 或是A水筆當中 會產生那個性格 接下來可能有點... 大膽啊 這我覺得不太對 或是我覺得... 我自己... 可是我就想稍微提一下 這是兩種個性的差異喔 就是... 左邊那是帥下來的卡米歐 右邊是... 對...薩特 好... 好... 我們這樣... 薩特跟卡米歐這件事會吵架的 那當然是說 我們都看吵架有另外的原因 但是... 其中薩特常常去攻擊卡米歐的一個點 是說他寫的... 呃... 略算學習博士的神話 或是他在報紙上寫的那些文章或論點 非常的糟糕的樣子 所以說不是一個哲學... 真的不是一個哲學家或哲學訓練 只是一個素人或者是... 可是其實卡米歐是受過哲學訓練 那就是拿到博士 對...拿到博士的人 那他就是這樣子去... 因為你自己去看... 你看存在於虛無... 虛無... 那麼厚... 那麼... 好厲害... 就是我當初文章那時候 哇... 那好厲害的一個... 作品 非常完整 然後非常的... 有power 然後一下子又得到一個大師的地位 但相對而言 卡米歐的東西 確實你說讀來 有非常多的... 可以被攻擊的點 尤其他的... 譬如說他論迪上的一些堅持或什麼 或者是說... 可是... 呃... 卡米歐的文字... 該怎麼說呢? 其實卡米歐也不能說是真的 那麼... 那麼的像一色型的作家 但是... 去看他的雜跡 或者是看他的... 譬如說學習佛斯的神話 或者是一樣說他的反抗者 所以發現其實他是一個蠻實在的人 就是說他的思考 其實不會去超過所謂的人 或是他思考到人的條件 或人的狀況太多 的一個人 就是說... 譬如說他最有名... 不是最有名 是我自己很常引用的一句話 就是他在那個... 被記者問的時候 問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就回答說 在正義跟母親之間 我會先選擇母親 那這句話是會被批評的 就是說那你把正義買到哪裡去 可是他就說... 先 可是他沒有沒有 不把正義當作一回事 正義的事情要被思考 要被討論 要被時間 但是... 你要先 我... 如果有母親 我會先選擇母親 那尤其是他... 呃... 有一個劇本作品 比較少人提到 就是說... 就是正義之事 在談一個一群恐... 其實是一群恐怖分子 他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丟炸... 要去丟炸彈 我有點忘記句話 反正他就是要去丟炸彈 然後其中一個... 跟他要去實踐這件事情 然後他要去丟一個... 反正就是... 可能是... 某位政治人物的... 坐車丟炸彈 可是他要去丟的時候 他沒有最後名做這件事 因為上面有母姑的... 就是他的太太跟... 那個政治人物的太太跟小孩在上面 他沒有做 可是這其實是卡密的個性 就是你... 怎麼可以為了一個... 說我的遺孝或什麼 去殺害... 就在你眼前... 這麼去... 正面的去殺害一個... 猛虎的人... 好... 這是... 卡密的性格少問 但是... 這裡我確實... 有一點理題了 但是... 我在對... 如果是... 或者是他們... 思考方式的時候 卡密其實有點偏向... 哲學士...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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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思考方式... 或者他就... 不要說哲學啦... 就是... 他的思考方式... 或是性格上... 比較偏向痾... 那在說... 上莎特級也滿尖... 他就是... 攻擊他這一點... 可是他不會攻擊他小說啦... 所以說... 其實卡密的小說還是寫得滿好... 但是攻擊他這一方面的... 他就說... 哇... 那異鄉人多好... 他就在決裂的時候就說... 你異鄉人裡面那個... Mexo跑哪去了... 剛剛... 他就這樣呼喚... 就... 呼喚說... 你之前異鄉人寫的那個人... 跑哪去了... 我會說... 然後寫了一個那麼爛的反抗者這樣子... 來跟我們共產主... 我們的那個... 思想作對... 那最後... 痾... 我談這個可能比較冷門一點... 左邊這個叫... 右邊這個叫... Moss... 左邊這個呢... 如果是社會學相關的... 怎麼會知道... 這是什麼社會學的方法論... 右邊這個Moss... 是他的資質... 為什麼舉這兩個人為例... 其實也是跟剛剛那個... 對比有一點點關係啦... 那... 呃... 因為我偏那個Moss... 其實他寫過... 最有名的成名作... 代表作的叫做... 禮物... 但是... 禮物的... 法文... 其實... ASH... 這個翻譯... 不管在英文或中文... 都沒有翻譯出來... 這是他... 關於禮物的論文... 禮物的論文... 但是... 那個... 英文就是禮物... 英文就是... 然後... 中文主題目... 沒有特別在講... 但是我在這裡... 我稍微在... 這裡其實我有點... 過度詮釋... 就是... 你不能拿題目作為例子... 但是他們兩個...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是... 呃... 左邊... 呃... 左邊... 這個圖爾幹呢... 作為社會學之父... 他其實留下很多... 非常完整的專注... 專門作品... 包括... 就是說... 社會學的方法論... 還是HAG... 就是... 就是那個... 非常的標準... 是非常的標準的那個... 東西... 那... 呃... 或者是自殺論... 然後... 或者是像... 那個... 社會分工論... 或者是像... 那個... 宗教生活的... 基本論... 基本... 形式... 基本形式... 基本形式... 它是一個非常有專... 就是... 它雖然也寫很多詐論... 可是它確實是一個... 也很聰明... 就是... 你這樣才會被人家記住... 就是... 一個一個專論... 出來... 那... 右邊那個Moss... 其實... 呃... 很多人在研究它的時候... 會講的件事... 就是... 它被害到... 不是被害到... 一開始它是它的... 呃... 舊舊... 就是它們是舊舊跟子子的關係... 因為它舊舊的關係... 它常在幫它後面做那種... 苦役... 所以它各方面... 因為它是... 做了民族學的學者... 這個... 就是像它那個... 蘆布爾幹部最後的那個...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很多的研究成果... 是Moss先把它完成的... 先把它完成一些東西... Moss其實比較多的是... 斷簡... 那是... 嗯... 小小的... 短篇的... 文章... 研究... 然後... 會很常跟人家合寫... 它生前沒有出過任何一本書... 就是... 一本書都沒出來... 然後甚至它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寫完... 但是... 呃... 第一是... 然後它在... 第二個不幸是說... 在一次大戰的時候... 它的舊舊... 就過世了... 不是戰死... 是因為... 他舅舅的兒子... 呃... 暫死於沙場... 所以他傷心過度死亡... 然後... 他舅舅... 很努力創立的學派... 就是... 就是... 法國社會學派... 死了一堆人這樣... 所有人都... 就死... 就是... 菁英全部都死掉了... 所以... 留下一堆遺住... 所以... 作為他的繼承人... 或者是他的... 遺留下來... 還活著的那個人... 他就必須要去整理... 每個人的遺住... 所以他最後... 唯一留下一個... 完整的作品是... 那... 但是... 很多人會講... 早期的話... 其實會這樣歸因說... 他就是沒有... 他因為這樣很可惜... 沒有寫出一個作品... 但是其實... 後來研究者... 其實也是有把他的... 個性考慮進去... 就是... 他個性確實沒有辦法這樣做... 他確實是一個只能寫... 短的... 然後... 很深入的去談... 但是他沒有辦法... 長遍到那邊的一個... 系統的東西... 然後... 他談的東西... 其實相對... 他就具體很多...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對... 有名人一定會... 讀社會學一定會讀... 這是社會學的方法... 社會學的方法... 然後... 就是什麼... 必須把社會事實當作東西... 他是可以觀察的... 當作... 就是... 之後社會學就會講這句話... 把他當作一個東西來看... 他是可以被觀察的... 然後裡面講了很多... 就是... 當社會學建構成一個... 學科這個意圖... 相對... 有MOS... 我說他雖然生前沒有出書... 但是他有留下一個東西是... 操作守則... 人類學... 田野的操作守則... 或者是... 你要研究清楚... 你要從哪裡開始... 哪些問題... 或者是哪個地方... 他們有哪些問題... 你要去... 他非常具體... 他不像... 他是一個建構... 像是圖來要建構... 一門科學... 然後... 而且... 突爾幹事的戰神... 就是他常常跟那些... 人文科學的... 人文... 譬如跟歷史學... 人文學... 那邊打比仗的人... 就是... 那... MOS的話... 其實他非常的實際... 他就是... 他甚至在... 他後來有一篇文章... 非常受重... 是叫做... 身體的技術... 在談... 社會的身體... 人的身體如何... 被歸屬... 然後... 裡面有人提到... 概念... 就是... 後來... 在談那個... 慣習的時候... 其實在他那個時候就出現... 他有用這個字... 而且... 就是這樣... 類似這樣的一個... 概念... 但是... 他裡面就是... 他甚至提到說... 你去觀察... 人的身體怎麼動... 怎麼運用... 怎麼運用... 很現代... 對啊... 他跟相對的演技... 跟他相對久... 就是非常實戰... 非常實流... 而且他甚至是說... 當時... 攝影機船部發達的時候... 他一定就說... 你要拿攝影機去拍... 譬如說他們跳舞... 或他們走路... 或他們吃飯的樣子... 然後去分析他們的動作... 所以... 這樣... 法國第一批... 真正有... 他自己不是... 他自己沒有辦法去做田野... 但是... 真正有辦法去做田野... 工作的那些人類學家... 都是他的學生... 就是他培養出的人... 他們兩個培養出的土地... 是不一樣的... 那我在這裡其實... 只是我一個... 有點過度詮釋的一個東西... 但是... 我試著還是抓出... 兩種不同的類型... 包括在社會學當中... 其實也出現... 有些人其實... 他就是... 像這樣子... 然後... 對我來講... 可能比較容易... 就是有一些人... 他沒有辦法... 他寫的東西... 不是那麼完整... 或是他沒有辦法完成... 或是他其實... 本來就不是一個... 預設自己應該... 或能夠... 完成一個... 作品... 或一個學說... 或一個... 理論... 去告訴大家的人... 或是去說服... 別的人... 他是一個... 提出問題... 去思考... 去探索... 以及... 草可能性去發展的人... 那... 我的... 我其實就是... 在這個方式... 我就談說... 水筆的魅力... 其實在那個地方... 那... 那... 呃... 欸... 其實我講... 我覺得... 我的問題... 其實我要談的... 其實大部分就在這裡啦... 就是... 要談其實還有很多... 譬如說... 原本有準備的... 原本有準備的... 原本最早想談的... 譬如說像... 約翰伯格... 或者是像... 蘇珊商討... 但是... 他們其實都會被當作... 所以說他們寫的... 所以... 但是其實... 我在考慮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 不太敢放進來... 就是他們... 呃... 那個... 自由度還是... 不能說自由度... 我還是很喜歡他們... 但是... 相較於這些起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 把這些擺在一起... 比較遠就... 傳導我對... 為什麼會挑這個題目... 或者是... 呃... 我為什麼要在這邊... 談論... 這樣的一個題目的人... 那... 有一些作家... 我今晚再舉例啦... 例如說像... 我覺得像... 卡夫卡... 卡夫卡... 其實會有這樣... 這樣性格的人... 就是說... 他... 然後... 第一... 他真的是... 我覺得... 像... 卡夫卡... 那一個人... 也是一個... 注定完成不了作品... 的一個人... 但是... 他的... 日記... 以及他的... 短篇作品... 其實非常的迷人... 就是說他... 呃... 但是... 其實要說真的... 像這一類型... 好像也不一定... 但是... 有時候... 我覺得... 這是一個... 單純的聯想... 那... 呃... 對... 還有一個是... 我忘了講... 就是... 其實相對於... 他們都非常的... 博學... 卡沒有比較少... 他比較少展現... 作為博學家的一面... 可是像... 羅蘭巴特... 確實厲害... 就是他的... 博學... 而且... 但是他... 又稍微比較... 他除了幫... 新小說拍片之外... 他稍微喜歡... 古典博學一點... 好... 然後... 像... 羅蘭巴特... 其實也有... 不過他比較... 沒有能夠去... 展認... 他的知識... 那... 像... 莫斯的話... 其實也是... 就是... 有一個... 那個... 江湖商傳說... 莫斯什麼都知道... 就是... 他有時候... 學生... 不管是做中國... 或做南美洲... 去問他什麼... 他什麼都知道... 就說... 可是... 這樣那個... 對啊... 像... 蒙田也是... 他這個非常博學的... 你去看裡面的... 大概有一半的... 我覺得... 有時候... 甚至超過一半... 都在引用別人的話... 可是他自己... 很怪... 他譬如說... 自己的記憶力不好... 可是他旁針... 博音的能力... 又非常的強... 可是... 而且另外是說... 他們其實... 沒有... 關注自己之外... 其實好像... 也沒有那麼... 自我中心啦... 可是我... 對自己... 是在一個... 反反复复... 在... 試驗... 去做自己的人... 那... 還有一個... 遺珠之汗... 可是我沒有... 因為我不熟... 或者是我還沒有那麼喜歡... 其實是一個叫做... 波羅巴勒希的人... 范勒希... 但是... 很多年間就知道... 他其實... 個性上... 其實也是一個... 比較偏... 像他的原樣...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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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些比較... 他的確是有一些... 像... 短語式的... 像... 而且甚至是像... 隔岩式的... 斷片的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 非常的迷人... 非常的閃現... 然後... 他有一本... 很特殊的小說... 叫... 就是... 試驗先生... 他的名字... 就是... 他就是一個... 不斷在試驗的... 一個先生... 那... 嗯... 因為那作品... 我... 沒有那麼熟... 所以我... 我這個就先放... 對... 對... 有興趣想談... 我覺得也是... 可以把它放進... 如果要繼續討論的... 那... 或者是我自己... 私心... 沒有... 但是... 我覺得... 沒有在這一次... 能夠放進來... 像... 我覺得...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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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 真的是在一個... 不斷的... 而且... 非常強力的... 想要把... 自我給... 用個強力的力量... 把自我... 摧毀... 對不對... 這種人... 其實... 會有一個... 但是... 我覺得... 過於強烈的啦... 會... 他自己... 也... 寫過來... 就... 寫一寫的時候... 拿那個筆... 戳自己的手... 這樣子... 對... 對... 那... 呃...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能夠... 呃... 從頭到尾把一個... 講題講完的人... 那我覺得... 講到這裡... 我覺得好像有點乾了... 那就是... 我就讓... 欸... 阿凱... 就是... 那... 我們... 通常... 折舞結束會討論嗎? 會... 現在只要討論... 不是結束討論... 大家應該有什麼問題... 都會... 可是... 我... 我應該回答不出... 沒關係... 他們... 你... 他們隨便問問... 然後你就隨便聽聽就好了... 好... 反正... 大家比較... 自在的... 就拿... 因為像... 他剛剛... 舉的這些... 文類... 他們有些... 看家翰有沒有把一些... 參考的一些... 書... 跟... 他段落... 到時候再... 給我一下... 然後... 我們把它放在網路上... 那這樣的話... 大家可能... 或許可以... 自己去領略... 跟... 文本之音的關係... 到不見得是... 透過... 因為... 因為... 他只是因為他閱讀很多... 所以他可以帶我們... 進去到那個... 那個... Essay這個... 問題的... 做法... 但是... 我覺得... 還是閱讀者跟... 文本之音的關係... 是更重要的... 那我想說... 就... 應該有些問題... 不要問... 然後... 這些問題... 什麼都可以問... 來... 1... 2... 真的嗎... 你不覺得他講這些東西... 有些很多東西沒有講啊... 這樣你就要放他走的嗎... 好...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走啦... 對... 因為我們有準備一些吃的... 好... 答案也要留下一次... 好... 來... 好... 那我們就先開始... 我們有... 三個... 有關心的小問題... 第一個就是... 摩擺疫情... 我們可以談一下... 這個... 就... 預言學的問題... 就... Essay這個字... 哦... 如果我們理解沒錯... 如果我們可能跟... 明文的人子... 或者... 在其他語言... 同一個字... 是不是應該是同一個字... 緣透... 但... 語言這樣一個字... 到別的地方就會不一樣... 中文人有什麼答案... 我不管... 以為我聽到的... 等等... 如果有機會你... 跟我講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 接相關的... 如果我們寡說... 你剛剛舉的不是法維的... 那... 你這個抬頭叫... Say... 作為一種... 但是如果這個文類是屬於法國的 法蘭西斯科文族 那是不是在別的畫面會太有形容 我剛剛一直在想一個人的名字 第三個名字 就是有一個人說 我等跑星星那個做的叫什麼 我走過去 就是想什麼地球村啊 然後人媒體人媒體的歌 我剛剛一直在這個名字 在唱這張 麥克魯漢 對 麥克魯漢 麥克魯漢 我的馬星星 如果你要我來說 我覺得他就很深 非常的深 他自己也不喜歡寫那種 卡特式的主作 他是不是都是這樣 斷一斷片 那我每一本書看起來好像是系統 其實電影其實也沒用 他就這裡寫那裡寫 就是說這種東西是在別人文化裡 其實也有 這三個面換小問題 謝謝 還可以 還是客氣了 還可以再往下追問 我們可不可以把雜文 編輯起來變成叫做S文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更廣 往那些完全沒有形式的東西 或只是一個編輯的方式 有沒有什麼 或者說還是有一個內在的一個精神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說 可能有文筆 文字 因為我一直想到 Baudelaire 我們剛剛講Baudelaire 而且有看到那個 大家可以找到那個Flanel 就是 你剛剛講到 講到一個 一個字就是 就是有所好行的人 你才被創想 台語有 一句話叫 爛爛爛爛 對不對 那個爛爛爛的人 就是 不知道在幹嘛 要到處看 可是他也代表一種 現代性的精神 或者說 或者說 他會流於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沒有目的的 會遲疑的 會有些 你剛剛講到 不定的 會有一些 但是在這裡面就是 好像 不可以被一種 成規所束縛的 但內裡 那個裡面好像有一個 內在的一個精神 那個精神是一個自由的精神 在裡面 如果說 我們不會用這種文集來去 限定它 然後 會不會在這個 Essay裡面 他有一個 我們可以辨識出 他是Essay 尤其他舉了這麼多意思 還是說 他其實也 在某個方面 他可能是 也沒有 他所想像的 那麼自由 或者是 他可能只是一個 比較自我 的部分 也不是屬於 我們在追求這種 解放式的 自由 都是來自於一種 精神那種 不會受限那種 那種 比較自我式的 或者是 個人式的 或者是 更加 內在的 這些東西 大概是 這個 這個問題 我們到 順著你追問一下 來 我跟你說 不要隨便 找損失 那個粉絲 就會對你的PTT 有意見 來 你要看哪裡 你要看哪 這一頁就好了嗎 好 你 我們今天是在談Essay 不是在談論文 是 好 來 剛剛整個這樣講一下 就是其實AZ 他作為一種 文類 他其實還是很難去取分 就是這樣剛剛整個講下來 然後他 你上面寫到 就是不常這樣發 可是剛剛 吐爾蓋跟摩斯 那邊又 又產生做了一個方法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剛剛在寫那個文案的時候 你上面有決定班牙明 可是 我會不會 班牙明 可以算一下 你剛剛 就是規復導致 謝謝 你知道嗎 我們做那個 開始他有點教育的感覺 真好 他進入在那個 Essay的狀態 來 Hassay 最後一個 不是最後一個 第一輪的最後一個 所以 那個 還沒有結束 我 我前些日子啊 才知道說 不好意思 你麥克風可以怎樣 但是我聲音太大 不是麥克風 你還是蠻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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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嗎 有 有聽到嗎 沒有 喂 好 不好意思 那 那就 大家忍受一下我 你往這邊拉 欸 沒有變小聲 不會 他好像沒變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說 那個 裴根啊 那個 Assay 是 學那個 孟天的 就是我之前 好 好 可是我 覺得他們兩個 寫的東西都差很多 因為 那個裴根的文章是很有主題的 然後你看完以後知道他想要講什麼 然後也竊的那個題目 可是我們是看完 蒙田的文章 都覺得說 你到底想要告訴我什麼 因為他 他的那個 內容就是一直跳來跳 跳到最後呢 他好像沒有結論 因為他把 兩端並成 就是 他把 A狀態 B狀態 兩個完全相反的東西都寫在一起 然後看完以後覺得 欸 到底蒙田 到底你的主張是什麼 然後 其實這個還好 我覺得我比較 困惑的地方就是說 很多 在西方很有名的那種 大思想家或者作家 都非常可以從蒙田 可是我是非常 不能理解 所以我不知道說 就是 就你的經驗 你知道那個點在哪裡嗎 因為我 我讀蒙田的文章 我的感覺就是 我頂多只能覺得說 他這個人很博學 就是他的典故引用 引用了非常多 多到很恐怖的地步 而且 他有一些典故好像 他會用 不是只有直接引那個典故 他還會 類似我們那種 我們 我們這樣 常常在網路上看到那種文章 他就會用某一個字去算那個東西 但是 那個是要很有學能來看得懂 那我們 如果不是很有學能 看一看 欸 正在講什麼 那你去看出是一點 沒有顯得很清楚 那你可能有一天在別的地方看到 才知道說 我原來愛情什麼 我覺得他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推崇的是這個東西 但是 如果我們純粹 直接看到文章 會覺得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背景 不是那種文化背景的人 會覺得 真的有點無聊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 就是對你來講 你 蒙鐵是你喜歡的作家嗎 然後你 覺得 ASIS的那個精神 到底在哪 因為好像 裴哥寫的ASIS 是完全另外一種東西 謝謝 不過他講的 我們知道 Mesho Fugo 那個 Jack Eda 還有 我知道 他們都有 蒙鐵的 一段話在 他們在寫我 站在前面 就是一段話 然後 當然在講 這個是那個 偉大的 就是我們講的是 偉大的神像 就是說 我覺得他們一定在 某些心理上 有些契合 他被觸動 被感動 可是那個東西 有時候 不見得可以 這麼明確的解釋 我們先聽家翰講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好 嗯 首先 我其實在 我其實很怕大家專注看我這一頁 因為 對 因為其實我 但其實 其實 其實你不用擔心 大家會專注 因為其實他們在後面 其實看不到一些 對對對 對 其實是這個形式 不過 我確實有被 我自己做出來 所以之後也不能亂做 因為 其實亂做 做完之後 其實有一個被他牽制住 所以我自己 一貫沒有在做 因為 我說我這輩子 不管在學校報告 或在任何場合 自己做 朋友的機率大概 不到五次 那 我其實在這當中 我其實當作一項大功耗 但是我其實也可以否定說 也許其他可能 不是一種 文類 甚至是說 就跟 蒙田自己對語言的懷疑 就是說語言 他覺得語言是有缺陷的東西 所以他所有的定義 所有的談論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說我 其實沒有很想要在這上面 做太多的 因為說 當你把 ASA用字典方式 去定義它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把方數 那我其實只要想的是 我可以去 藉由ASA 或者是說 至少從後面開始 這樣一個ASA 這樣性格之後 我可以去聯想到 哪些事 對我來講的比較重要 那大概其實剛好提到一個東西 又把我想講某些事情 串起來 這三個名字 我就先講三個名字 蘇桑桑塔 霍特萊爾 還有 班牙明 這三個名字是穿在一起的 蘇桑桑塔有一篇文 有一本書 我比較喜歡 這是在土星座下 裡面有在談到 有一種叫做土星氣息的人 土星氣息就是一個 非常緩慢 這是一個緩慢 其實就是剛才清凱也講 就是一種 其實比較不容易適應 所謂的現在 的時間 他有一個 像是自己的時間 他比較緩慢 比較笨拙 蘇桑桑其實是非常充滿的人 就是要不要把自己 歸在這方面的人 然後他就把自己 跟這一類人比在一起 然後他裡面講到 他這片的時候 其實彈的是 班牙明 班牙明 我就先跳過點 就是說 好這兩個人把它對在一起 班牙明 其實就是把 波特來的文 的佛蘭特 這個 漫遊者 逛遊者 或者遊手 好閒之人 巴陽光大 對 對 因為當初那個 應該是在一個 談話 19世紀的人 畫作的 文章裡的主線 班牙明有一句話 其實很有趣 而且其實可能是 A生的精神 就是說 要在一個城市裡面 一個都市裡面 迷路 是需要訓練的 那是一個練習 就是 迷路當然很容易 但是有意思 應該說不能這樣 有意思的再變 有意思的讓自己 在一個城市裡面 迷路是需要練習的 可是這可能會是 A生寫作 可能想做是一種方法 不要讓自己寫的那麼的 那意思 其實需要一個練習 不過這個事情 可能大家 我覺得 我們可能要想一個方式 來去說明它 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我們熟悉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方向 也不太好 那以至於我們失去了一種 探索的可能 以至於我們 比如說我現在走到 走到 走到 驚靈站 我已經知道 惡目的小孩就是在這裏過去 可是如果說 你會被 還會被 周遭的事情 所吸引 促存 然後 忘了你要去捷運站 這件事情 其實 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 它是一個 讓自己 從前換回某種 明銳度的一個方式 如果我說 我們要去正面解釋它的話 因為那個 那個講迷路 因為 因為有幾個人講到 我講到 你學佛科爾是 如果大家 不是同學 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去看那個 何惠奇蒙 1984年 都會奇蒙的 佛科爾講的內容 他就會 會講到 波特萊爾 突然呢 就是 龍 其實我比較喜歡用泰語 龍啊 所謂的 就是你 我們的親戚 爸爸媽媽媽 他們也都會 他們沒有目的 就去外面走來走去 可是他們可能 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可能 有一種 他可能突然放開一些 沒有目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當然那個沒有目的就是 還要走出一個 原來習慣 已經被習慣 被承規 已經被制約的一個環體裡面 所以 當然他有一個 我們 還可以描述出來的 的 說法 但是還不是真正的迷路 因為比如說 我們在講一個 墮落的人的時候 其實 那個墮落已經在那個狀態 其實沒有 不會人覺得自己在墮落 覺得自己在墮落 他已經有自覺的人 其實他不喜歡墮落 就是真正那個 下去的人 或者真正已經在迷路的人 他才是可以達到那個 那個狀態 所以我們也只是在外的去描述說 他可能會是什麼 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再把題目再拉回波特萊 跟班牙明 班牙明曾經有 班牙明有一個書 他就在叫做 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書籤詩人 就在講波特萊 那其實裡面講到 波特萊爾的時候 有一個 那我那時候眼界一開 就是說 他的 在一個已經沒有書籤詩的 條件的社會下 波特萊爾怎麼樣成為 一個書籤詩人的一件事情 就跟剛才經常講的 或者是我們在想 隨 你這樣一個寫隨筆的人 或隨筆性的空間化 他可能就是一個有手好寫的 真的 他要嘛是一個宅男 宅到不行 在家裡 整天跟自己的思想 或跟自己一起做 做遊戲的人 要嘛他可能是一個 有手好寫的人 他在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 有手好寫 他不是一個負面 或是說 他已經是 被標籤化的有手好寫 就是說 一定有一個東西 比如說在工業化 或者在資本主義化 或者是認為工作 是一個值高的價值的時候 我們貼一個標籤 叫做 如果你沒有工作 沒有做什麼事 你這個叫有手好寫 你一定要有事做 那那個事 不管是什麼 然後 只要不是這樣 都會一律歸為有手好寫 比如說 到時候 我們會把 有手好寫 當作一個負面 因為他不是在台語 負面的字 他在講說 他在 他其實是在 卷重當中 在街道當中 然後 就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其實出現 出現了一個什麼大眾的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在大眾那邊走 然後你在大眾當中 有時候會有一種 偶然 那是偶然 這樣的偶然 非常強調偶然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就在偶然之中 會撞到一些事情 例如說 不太 我非常有一個就是 呃 不然就是給 就是中文可能會犯作給 給一個陌生的女子吧 然後他就是 就是在路上中 經過一個女子 然後女子就走掉了 他就留下一個印象 就是說 你在 街上亂走 或者是你在 讓自己迷路 或者是你在 找尋什麼 你並不知道的東西 在自己的那個過程當中 偶然之間 碰到一些事情 然後那個東西會突然 撕開你原來的感官經驗 所能觸及到的一個東西 會有一個真空 然後那個真空就是 你詩意 所謂的詩 書情詩 能夠貼入我的空間 就是在一個沒有 其實沒有書情詩的空間當中 會去找到詩意 就是 班亞明在談論 或對來人之中的 那他其實對照的 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是普魯斯特 他那影片其實談到 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 普魯斯特是怎樣 他不是在街上亂走 但是他是在自己的思想 在自己的回憶當中到處亂碰 然後在感官打開的狀況下 突然偶然碰 所以他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強調的一個 偶然跟隨性的一個東西 然後他真的會避免自己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有一個 確實是有一個 對自由的可求 以及他其實沒有那麼 眷戀一個 維持一個 所謂的我就是我 該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性格 就是說有些人會非常強調 自己身上的一些標誌 有些人其實是非常的 他也不是台詞 其實他就是真的不需要 他就是 單純的去思考一些事情 這也是對我 放在ASA 性格的當作一種 一種 一種特徵吧 不過這個 加上可能 我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談 所謂的 偶然認識 在 在哲學裡面 我們會把偶然跟別人 對 對 那我也先去看 偶然跟別人間的關係 就是 一個人 他那個偶然感 會不會是 什麼 一種不自覺的重置 也就是說 當 我們覺得說 我在探索 所以他本身已經有一個 一直覺得習慣 顧著在那邊 他還不是 因為他剛好 那個顧著的習慣 可能會剛好 跟那個偶然 產生一種 對理 因為我們現在 偶然就總是在 那個意外裡面 會 可是 如果那個 那個 應該要保持 某一種狀態 你才可不可以 可以理解 有一個 能夠吸收 或者能夠接受那個意外的狀態 好像我們是在談 談這個狀態的 形成 因為偶然可能只是一個 事件 一個發生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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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 不是一個常態 但是 要有一個常態的東西 可以接受那個 偶然跟意外的出現 對你來說 會認為我是什麼 我好像就問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我要回答的話 可能還是會從 譬如我像布魯斯特 的談分 就是說 他當然是因為偶然的關係 他因為其實講到無盡無盡的偶然 而非常小小的片段 包括 所以 其實馬德烈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偶然 以及 他在最後 巡迴的時光的時候 其實就非常的有趣 就是一個 連續的 時間的在發現狀態 就是 譬如說他在 蓋爾瑪特埔裡面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要進去一個晚間的時候 但是 非常多固人都在地上 因為一輛車要進過 然後他被嚇了一跳 所以他踏上一個 凹凸不停的人情道上 那一瞬間的感覺 所以都不是只有吃東西的 這個感覺 那一瞬間他想起的是什麼 是他在那個 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前面的那個 感覺 因為他裡面其實有一段在講說 他有意識的 想要用他的方式去記得 並寫下 關於他在威尼斯的遊記 但那一切其實 比不上這個 瞬間的感知 那個瞬間活過來 他就是 那個時候的自己 跟現代的自己 重疊在一起 重新活 回憶重新在他心中 活過一次 這其實就是我在想 就是 他中間其實是一個 沒有放棄 略形的狀態 就是 阿達和夏時 始終在找 那或許有一個東西在來 我或許沒有辦法直接回答 或是 我就 不是一個有能力回答 但是 那個偶然性 是在一個 像是有直面 按在 甚至是一個 一種態度 一直在目的的追尋 其實 旁邊的夏時 並沒有那麼的隨便 他其實還是一個 認真在 其實看得出 他是一個認真在 在思考裡面 尤其是 他對自己的 要求 的那個標準 他其實沒有放棄過 就是他包括 他自己的批判 他對自己 對他所有的事情 包括奇怪的事情 的發言 我想要 突然想要 沒關係 沒關係 太好了 我們就慢慢來 幫你接話 你慢慢找 那因為 因為剛剛講 為什麼會講說 那個 有一個可以接觸 那個狀態的常態 會談這個 就是 當果然可以發生的 那個狀態 或是什麼 為什麼要談這個 其實 在很多的作家 比如說 在談什麼 關於偶然性 然後你在追求 一些偶然性的時候 或一些 什麼樣的意外 可是 實際上 在我們日常生活 有一些時候 意外不會發生 那個 或者 我們不允許意外發生 或者 我們在思考裡面 那個偶然 不應該被 被算在裡面 或者 偶然是被 排斥掉 因為我們 害怕 偶然帶來的 不確定性 那 如果說 今天那個偶然 跟意外 是可能的話 所以要有一個 一個 一個很好的 心理素質 或 就跟那個人家說 心理素質 或有一個 也有一個慣性 我們雖然覺得 沒有關係 但是可能也有一個 比如說 普普斯特在 在 在回憶的狀態裡面 他就不斷地站著 處在那個 去尋找那種 現實跟記憶之間的 衝合的可能 那當然也有 另外一個 是 是跟 未來產生關聯 比如說 如果 波特萊爾 可能 完全是跟 過去的記憶 沒有關係 完全是想像 跟 不同東西的 互相的衝合 不管是現實跟過去 影像跟音樂 還是 或者是 繪畫跟 跟 自然的 景物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 神話跟 跟現實 兩個之間的 產生的成果圖 所以要有一個狀態 可以讓大家 得以可能 因為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可能是失去那個狀態 當然那個是可以被訓練的 被訓練就是說 多做一些隱喻的訓練 我們大概就可以幫 有聲音的相似性 行的相似性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一些串聯 這個是可以被訓練出來的 可是 可是 那個 那個是 刻意的 就是說 我們講 那個訓練是被刻意出來的 那我倒是想說 什麼樣的狀態在那裡面 不然的話 我們很難去理解那個 偶然之所以 會發生 但是我覺得有個東西是 可以很確定的就是說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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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散文 就是說 A7的 其實它沒有那麼武斷 它們可能是比較具有開放性 或者願意去撕開自己內在裡面去 去探頭去看那個 那個裡面的 骯髒無錯 或者是 或裡面的一些 想像美好或欲望的部分 願意撕開 探頭下去看 所以它們基本上是有具有某個程度的開放性 我們還有辦法去 去 好 去接觸它 因為究竟 S必須要 在那個S的狀態裡面 我 我去幫你接完話 好 來找到 我找到一段其實這樣子 就是 其實那一篇很怪 就是在它裡面所有在 好像在談的那些都論教育啊 或者是論理性啊 或者是論什麼時候 它影片就叫做大拇指 中卷的二十六章 好 它在講大拇指 很怪 就是 它就抓了幾個例子的說 比如說 某些蠻族的國王 在互相做承諾的時候 雙方會伸出右手 而右手 然後大拇指緊緊交錯 用力的壓它 然後讓血液流向指尖 然後再把它搓 用針把它搓流血 然後互相吸 這樣子 把對方手指上的血 或者說 拉丁文的時候 也有把大拇指當作整個手 再講 或者是說 在海戰的時候 有些時候 會把對方的俘虜的大拇指 全部砍掉 讓他們 就是所謂的 失去戰鬥體 然後艾爾最後說 他就覺得 一堆拇指之後 然後說 在斯巴達 教師懲罰孩子的時候 會咬他們的大骨子 就說 他非常怪 是說 在這當中 他 可以完完全全的 中性的 在處理這些事情 他到底是 帶了怎麼樣的一個 意味 為什麼他會被 第一次 他為什麼會被這種東西吸引 然後就會寫一個文章 然後他也不說 這東西 也不探討他背後的原因 或者是 或者是去論述什麼事情 他就要留在那裡 變成一個 點 可是這東西非常的 這一段 看到這一個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傻眼 只是說 對 可是 我覺得這可能會是 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在寫作的狀態當中 可能經常出現的一件事情 就是某些事情 特別讓你在意 但是 類似蒙田 這樣的一個作家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在意說 自己這個東西 到底完不完整 或者是說 這東西 對不對 尤其是 它其實是非常超過於 效益主義的 就是 這個東西是 本真的 它們大部分 其實是非常超過於 什麼的效益主義 包括於 包括象徵的 效益主義 對 然後另外是 剛才青凱長的 就是說 對於自己本身意識 流動的關注 非常的敏感 所以 我會把路斯特裡報 但蒙婷絕對是個例子 他絕對是一個 對自己意識 所有的流動時刻 正在怎麼變動 怎麼想 或者是怎樣的變化 或者是他 包括我現在正在忘記 某些事情 或是我的狀態 他到過觀察自己的身體狀態 醫生都寫得非常的精確 但是 嗯 不論是他也是 就是他對於 他 嗯 雖然說常常有人在講說 如果你對於 追意識水綿花其實是很外行的話 你只會提馬德園那一段 就是因為大家都只知道那一段 這樣子 但是 馬德園那一段寫得非常的精彩 他對於意識的掌握 就是 吃一口 第二口 他其實有分 但是有層次的 第一口第二口 然後 差點找不到 然後怎麼樣回到 最後找到 他大概寫到四到五頁 有那麼長的一個長度 都在捕捉一個意思 嗯 那我覺得這是 可能是 額 額 額 比較特殊 或者是說 我再拉一些 有些人的日記也非常好看 就是有些 也有難看的日記 對啊 這是 確實有難看 有些人特別好看 例如像 卡布卡的我覺得非常好看 或者是說 卡密的雜記 是好看 他的鋼捏非常好看 就是說 那對於 再來是他們大部分 其實還滿誠實的 是非常誠實的 面對自己 然後 他們的想法都有辦法 那麼直接的 記錄下來 就是說我其實常常有很多想法 但是我沒有那麼 好的一個習慣 或是一個自我訓練 能夠隨時把自己的想法記錄下來的一個人 但是其實隨便作家 其實基本上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 可以隨時進入協作狀態 而且捕捉得到自己的意思 把它寫下來的人 我覺得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說 當他感受到一個 就是如果我們看到那個水 不用搭 他看那些水 有時候他 他是去捕捉那個感受 但是他沒有義務要去解釋 或者說要解釋給別人聽 或者是一定要讓自己有一個科學貪究的精神 因為一旦記錄到裡面的時候 你很多都不會寫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 限制 我寫這個東西幹嘛 又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甚至連疑惑都不敢把它 確定下來 或者是 彼此間關聯 可能就像大拇指沒有關聯 他可能沒有那個關聯 可是他就是 因為這個大拇指這件事情 把所有東西都串起來 可是串起來 這個串起來 就會產生某種奇想 然後 他甚至是一個 下一個虛構的可能 就是說 那 那 光是這一個態度 是我們在日常中 在記錄裡面 不會去做 因為 可能已經習慣要 做交代 我們可能習慣做交代 或者說 在談 就好像已經有 我們在談問題 已經預設了對象 要講給他的體驗 甚至 想去說服他 那進入到那個狀態 當中 我們會被自己的疑惑 可不可以擺出來 給大家觀看 就開始有一個他人評價進來 那這個他人評價一進來的時候 那個疑惑就開始被 就是剛剛講 回到那個效益主義式的思考 開始在這個他人眼光裡面 被撐進輪廉 那 那個時候起上 那個自我心就會喪失 那也是一個 一個 一個方向 那剛剛你在講那個 普魯斯特馬的臉 其實我們現場有一位 是那個 普魯斯特的專家 蘇菲 你錯視論文不是寫普魯斯特嗎 普魯斯特很難念耶 他全部念完耶 你們知道那個蘇菲 我那個策劃的蘇菲 平常幫到大家整理東西 那個 他是普魯斯特的專家 不是 你不是嗎 那你就知道 他那個 可以講得這麼 那你錯視論文是寫普魯斯特嗎 寫普魯斯特跟猶太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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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更難啊 寫普魯斯特跟猶太的關係 你們覺得 這 一般人會寫嗎 所以 所以等一下大家有空的話 如果你願意 因為他 他也是屬於低調的人 所以 大家自己去包圍他 去問他問題 那個是 那因為 現在時間的關係九點半 我們可以繼續留在這邊 大家如果想要再問 你也加翰還會在這邊 然後 有些 可能就是 去包圍他 然後去 問他 看他的想法 或者說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不見得要去問證 比如說 美感 有些東西不是透過論證 可是他也提醒了我們一個是說 我們在知識化的思考裡面 這樣我們會 會遺漏了 或者遺漏了那些可能性 然後那個 或者是 有些偶然 或者有些 意外 那個是在我們生命中 被排除掉 以至於 沒有那麼的 那麼少欠缺 會間接欠缺 或是沒有好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我們再次 熱烈掌聲 謝謝佳海 谢谢大家